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次视频我们学习BuddleStrap的进度条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Progress进度条属性 在实现进度条时,首先要在最外边的标签定义一个DVA Progress属性 这个是BuddleStrap的那个样式 大家只要记住这样的写法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ProgressBar 这个是设置进度条的样式、颜色、百分比和条纹等等 然后第三个是ProgressBarStripped 这个是设置进度条的纹理,来增加进度条的美观性 最后一个是关于进度条颜色的设置 我在这里虽然写出了三个 但是咱们在实用、使用中其实有六个可以设置 而且咱们可以自定义进度条的颜色 关于进度条更加详细设置,咱们大家请参与官方文档 然后今天的代码我会放到开源中国上 好的 我们马上进入代码的部分 和往期一样,我先做了一个HTML的标准模板 然后下面我把提前做好的例子拷贝过来 咱们这样减少输入的时间 而马上能够看到效果 我把这个先基本的进度条拷贝过来 OK,咱们运行看一下效果 6.7有点慢 好的,出来了 咱们看到这就是基本的进度条的显示样式 一个背景色标记的是百分之百 然后一个凸出颜色标记咱们当前的进度 好的,咱们看一下代码 首先是个DNV,然后配上一个Progress的Class 然后在这个DNV里面,咱们再定义实际的进度条 同时给它设上一个角色,也是进度条 这个咱们大家只要记下来就可以 然后当前的进度是60% 进度条最小表示可以表示成10 最大表示成100 然后它的这个进度条的宽度为60% 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蓝色条的宽度 好的,下面是关于屏幕读取用专用 为了增加这个咱们程序的可存取性 咱们大家只要这样写就好了 这就是咱们刚才的进度条 看起来感觉不错 好,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代标签的进度条 我把我填起好这个代码口碑过来 请稍等 OK,咱们运行一下看效果 大家请看出来了 进度条和刚才是一样的 只不过咱们这上面多了个标签 我这怎么是60% 这个地方没有改 其实这个我是想设定80% 也和上面有区别 OK,大家看到了 这个地方是80% 而且进度条的长度 也和刚才相比 确实也是80% 好的,咱们再进入下面带颜色的进度条 我把这段代码也口碑过来 我提前给大家准备了 大概四种颜色的进度条的显示 其实每种进度条的设置方法 都是完全一样的 仅仅是在颜色显示部分上稍有区别 我们先看一下具体的显示效果 然后再看一下实现方法 大家请看 颜色带颜色的进度条已经出来了 和刚才相比 确实是略不是略 是更加的美观 好,我们看一下实现的方法 首先在进度条最外层 是一个DIV的Progress 然后是一个Progress Bar 这个地方就是设颜色 咱们设置了Success绿色 然后是Info蓝色 然后是警告色 以及这个危险色 区别其实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地方 非常的简单 好的,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带纹理的进度条 和刚才一样 我也提前准备了四个进度条 我们把这件代码拷贝过来 看一下实际运行的效果 虽然准备了四个进度条 但是每个进度条的设置方法都是一样的 区别仅仅是在一个单词 好,我们再把它运行起来 大家请看 带纹理镜头拧出来了 和刚才相比 确实多了一个纹理的斜线 而且有一个深浅的交错 看起来非常的美观 而且很有动态感 纹理进度条的实现也是非常的简单 大家请自行参照样例 好的,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今天最后一个进度条 叫做对战式进度条 我先把提前准备好的代码拷贝过来 咱们先看一下具体的实现效果 好,我拷到这个地方 好的,运行Chrome 大家请看 在浏览器的下方就是对战式的进度条 这个进度条和上面不同的是 它这个进度条被分成了几个部分 而每个部分来标记的 占总体的进度的百分之多少 这个对于咱们做一些 用户注册信息的进度把握 和动态显示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咱们代码的全部 今天的代码我已经放到开研中国上 请大家参阅 好的,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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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